嘿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宝藏 欢迎来到我们聊日本负面的第四期 如果你是一个新来的小伙伴 建议先从第一期开始看 但如果你接受不了讲日本不好 那你可以看其他内容 好废话不多我们直接进入正片 十二世界垫底的女性地位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我用了垫底这个词 是因为我对垫底的理解 是一个底部的范围 不是倒数第一 而且我主观的排除了一些宗教治国的国家 世界经济论坛在2021年初 发布了全球男女平等调查报告 报告中涵盖了经济政治教育健康四个领域 一共统计了156个国家 日本排在第120位 在发达国家中最低 连续16年在极其垫底 并且落后于同属亚洲的中国和韩国 贯富性在世界范围很多国家都存在 但是在日本是法律规定 不过没有规定要跟随哪一方 其主张是家庭同性 但九成以上的夫妻还是选择随夫 这张是法务省的官方数据 不懂日文的朋友也没有关系 因为关键汉字都跟中文一样 由于改姓之后 在工作和生活上有很多不方便 所以很多女性在工作中仍然使用自己的本性 但户籍上是必须要改的 日本在1985年制定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 1999年制定了男女共同参化社会基本法 从法律上看 日本一直在推进男女平等 而正是这样 更能够从侧面看出问题一直存在 明治维新看似改革 其实就是一帮武士 打败并取代了另外一帮武士 掌握政权的还是那帮封建归孙 只是换个名字 讲到这里让我想到了 曾经接触过的一位老前辈 他说日本的现代其实还停留在幕府末期 我当时听完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感觉很多不理解的事情瞬间都解开了 回到生活中还是讲讲我的个人见闻 在日本的社会中 其实除了男尊女卑 还能感受到很多封建参与 以后会慢慢讲 强调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刚来日本的小伙伴 生活中还没有接触过太多日本人 先不要急着定论 因为表面上看 日本还是一个很平等的国家 而当你生活久了以后 你会渐渐的发现 男尊女卑根本上就没有改变 只不过现在的男尊女卑变得更加隐晦而已 传统日期的公司聚会非常多 尤其周五 虽然据社会调查 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参加 但是回忆一下我们第二期 在这里再跟大家补一个小知识 在日本有二次会 甚至三次四次会 但一般都是二次会为止 二次会的意思就是 在第一场如果没有喝尽兴的话 那就换一个地方再来一次 那为什么要换地方呢 因为日本的居酒屋 通常都是提供酒水畅饮 平民级的大概两三千块钱一味 但是有时间限制 所以在第一场还没有喝足的人 就会换一个地方再来一波 至于酒类并不是大家认为的 日本人都喝日本酒 而是以啤酒和一个叫做 嗨暴露的酒为主 因为日本酒比较贵 所以一般倡饮里面是不包含的 公司聚会地点通常也是居酒屋 居酒屋也是为了迎合不同人数 设置了不同规格的包厢 通常会有一位女性主动坐在门口 因为她要时刻观察 聚会中谁的酒杯快空了 以便及时问你是换酒 还是继续喝这个 确定之后就会叫服务员过来加单 整场宴会忙前忙后 如果你第一次经历 你会感叹 果然日本女人好体贴 小伙子正左点 问你是否换别的酒 是因为日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第一杯大家都是喝生啤 其次如果是瓶装酒 在场的女性还会主动给男性倒酒 从头到尾 即便她是你的上司 有些别山为了享受其中之乐 还会贵一点瓶装酒 我还记得第一次经历 女性给我倒酒的时候 那个感觉 原来时代穿越如此简单 我跟不少日本男性探讨过这个问题 通常他们的回答是 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没觉得有什么 但正因为常态才值得思考 而女性方面 这些行为也都是心甘情愿的 而且享受其中 这个是重点 因为他们认为 反而这样才能体验 他们的小鸟依人温柔贤惠 这是拜男人所赐 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 作家九景顺子的一本书 名字就叫《男尊女子》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买来看看 可以学到不少语法 书中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 因为他一直读的是女校 生活中全都是女性 所以自然没有感觉到男尊女杯 但是当他进入大学的时候 同为女校出生的那些女同学 非常主动且乐意的 做了足球或橄榄球的社团经理 迫切的希望能帮忙照顾男生 那时候的他完全不理解 为什么女生会那么积极的 去帮男生洗臭衣服 也就是那个时候 他意识到了男尊女杯的存在 同样是那个时候 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拒绝这种不平等 原来自己内心深处 也是有男尊女杯的存在 我曾经问过一个女同学 我说你们女孩子怎么嘴巴上 总是离不开可爱 看到什么东西都要说可爱 胜不得见到一拖爸爸 也要激动的冲上去大喊可爱 他的回复是 因为女生在说可爱的时候 会让男生觉得自己可爱 在网上看到过男生讨论 日本的可爱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那么泛用 那就是答案 重点不在于词本身 而是女生在说这个词时 想呈现的一种幼态 在日本接触的女孩子越多 体会就会越深 在你们的交流中 女生会下意识的 用她的反应来讨好你 最常见的就是用惊讶的表情 配合语气 哇好厉害啊 真的吗 原来这样啊 即便你讲的是一件 非常普通的日常 而且还会故意问你一些 非常简单的问题 从而营造你很棒 她很傻很天真的氛围 如果你教了她 再加上一句充满爱意的马路 后续请自行脑补 这跟我第一期讲的客套话不同 别高昏 而这个词在男性世界里也很好用 无论是日常社交还是妖媚 用这个词都不会犯错 日本文化把可爱漂亮 及性感划分的非常清晰 但漂亮和性感 如果你用不对地方 就会被认为很为傻 比如工作场合就有深用 尤其是当你对B 或多个B 花A的时候 而A正好又不在场 如果合理运用 后来A和我在一起了 你或许会说 那既然女性享受其重 她们在她们的国家 延续她们的习俗 有什么问题 人类之所以从光着屁股跑 到穿上衣服 之所以改掉很多漏袭 是因为我们走进了文明社会 文化的传承也是优胜劣汰的 欧洲有裸体海滩 有裸体骑行 但真的当你参与进去 你就会发现 哪怕你对异性 有任何异样的眼光 和不礼貌的倾向 不用等到别人鄙视你 你自己都觉得尴尬 因为这种文化的本质 就是相互尊重 插一句 如果你是一个 不太能把吃猪的小伙伴 第一次体验的话 你可能会有胜利反应 但是你马上让你的脑子 想一想 你打游戏 就可以得到环节 插一句 德国的混浴温泉小伙伴们 如果有机会 也可以体验一下 大家都是光着身子 也没人盯着你看 而且至少我那天去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只有个人 会对突然出现的 亚洲面孔感到好奇 但是啊 尤其男同胞 赶紧拿小本本记下来 非常重要 把该刮干净的地方 刮干净 不然你进去之后 会非常尴尬 那种感觉就像 你做梦梦到 光着身子在商场里 另外刮好 也要做好准备 因为在你之后的旅程中 你的走路姿势 会逐渐变得奇怪 文明程度 的确没有刻度线班的标准 但是有共识 你会认可 谁低大小便吗 男尊女背 绝对是文明社会中的污垢 女性也不是 可以不用上班 丈夫把工资卡交到手里 就地位高 而是社会不会对性别 有强烈的角色期望 日本的整个社会氛围 就是女性围绕着男性转 在2022年的今天 你试着闭上眼睛 想一下一个女性 给你倒酒的那个场面 女性小伙伴 请自动切换身份 而日本社会 最他妈糟的地方 就是给你洗脑 让你认为 既有的社会文化体系 是正确的 而如果你对此有意义 你就会被公认为 这个集体的破坏者 回忆一下我们的第二期 而就我而言 你不知道 要逼这群人否定 我有多么的自豪 说了这么多 你们会不会好奇 从男人的角度 和一个日本女性谈恋爱 是什么感觉呢 以后聊 既然聊到了酒桌上 就再填一个 我第一期挖的坑 日本有酒桌上 干什么都会被原谅的文化 还诞生了一个词 用中文的话叫无理讲 意思就是可以 不用在乎等级辈分 不用管做次 轻松愉快的进餐 于是日本人的一些行为 就让我这种普通人类 是真的不能够适应 他们甚至会毫不遮掩地 讨论极其龌龊的事情 和分享各自经验 完全不会顾及在场的女性 虽然有部分女性 也会参与其中 而且话题一旦转向 这个方面 是没有那么容易结束的 不过就我的经历 至少还只是动动嘴 几年前的一个视频 还上了新闻 是在年会上 一个老板为了讨好客户 把自己下手的头 两次按进滚烫的火锅 旁边的同事 竟然还在起哄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过 这个视频 现在在网上也能找到 但是我希望大家 不要拿这个视频去娱乐 也要考虑一下受害者的感受 我还听到朋友讲 聚会中有男性 掏出自己下题的 但是这个我没有亲眼所见 不做发表 不过可以分享一个 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我的一个女性朋友 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女孩子 如果用一个词 形容她的单纯 那就是天下无贼 去年毕业 进入了一家传统日企 在公司的迎新会上 被一个几杯酒下肚的前辈 摸了大腿 她一个连手都还没牵过的 单纯女孩子 本能的反应就是 一脚把对方踹开 这在日本是极为罕见的 绝大多数女性 在遭到性骚扰之后 都会选择沉默 之前新闻上报过的性骚扰事件 想必大家也都看过 被揣以后的氛围呢 肯定是很尴尬的 但是缓和了以后 她的领导和前辈就教育她 在日本不能这个样子 很粗鲁 你没有听错 教育一个刚被性骚扰的女孩子 反抗行为很粗鲁 结束后她跟我通了电话 我当时正好在公园 激动的差点 把旁边路过的人给揍了 我说你要做好准备 你很有可能 之后在公司里会被孤立 但庆幸的是这没有发生 我不知道她的这个遭遇 是不是一个孤立 因为在我身边 就她这么一个人发生过 但结合我对日本人的了解 和个人经历 我觉得这种情况不是少数 13 日本女性出轨率 世界第一 问号 这个问题从弹幕到评论 出现过很多次 我相信有不少小伙伴 也在网上看到过 出轨率49%这个数据 我呢 包括前面讲的 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话题 都会尽可能的 去找相关权威的数据 结合我自己在日本的经历 但是网上出现的 49%这么精确的数据 我用中文 日文 英文 只有中文收到的结果 但是没有表明数据来源 好奇心 驱使我花了一番功夫 差不多弄清楚了 这个数据来自于 一位女性油管博主 她在自己的视频里 介绍自己是一个 嫁给日本人的四川太太 至于她身份的真实性 无从考证 我在B站也找到了 这位博主的频道 但是她没有上传这个视频 她在福渊爱离婚后 也就是2021年的3月份 发了一个视频 声称在网上查了各种信息以后 得出日本女性出轨率 世界第一 达到了49% 之后被台湾媒体 进周刊转载发表 周刊的链接 我会放到视频描述去 为了弄清楚 这个媒体是怎样的存在 我还特地联系了台湾朋友 截图大家也看到了 一个八卦杂志 仅仅是通过一个视频博主的描述 在没有任何合适的情况下 就发表 结果就是被各大媒体都在转载 B站某UP组 就做了一个视频 到目前为止 播放量400多万 在评论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生活在日本的小伙伴的共鸣声 厌恶也好 愤怒也好 都是基于大家生活在日本的真实感受 但这不能成为去黑他的理由 那位UP组 在没有经过任何合适的情况下 就发一个视频 我个人很难赞同这种行为 如果觉得日本媒体老是黑中国 所以这样做就心安理得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去跟垃圾比臭 你本比他高等 在我粉丝刚刚到达一万的时候 就收到了 问我要不要接推广的私信 直到现在 陆陆续续依然收到了不少推广的私信 不是因为我高尚 从弹幕和评论里就能看得出 有一小部分小伙伴关注我 单纯就是因为我讲了日本的负面 并不在乎真实与否 这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乐于获取自己期望的信息是人性 但我也多次强调 这个系列只是讲日本的负面部分 而以后讲到正面呢 必然会有人去关 所以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 想找我做推广的商家 或许你们不会看内容 只会在乎粉丝量 但我抱着你们会看一下的期望 想跟你们说先别着急 我以后会掉粉的 好 跑远了 回来继续 关于那位油管博主的数据来源 我个人判断应该是取之 《日本钻石周刊》在2016年12月24日 发表的一份 关于日本亲子鉴定基增的报告 报告中讲到 平均每周有两到三族鉴定者 鉴定结果大大的标题 大家也能看到 超过半数都是非亲生 有意思的是 鉴定需求的基增 是因为某一人组合的成员 鉴定出自己的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虽然这份报告呈现了 超过半数的人都是非亲生 但这也只是鉴定者中得到的数据 并不能作为全国性判断 而且本来去鉴定的 不就是问题夫妇吗 再说 关于出轨调查 本来就是一件想想就知道 非常难的事情 谁会愿意接受这种调查 能想到的最可能的情况 就是夫妻一方 怀疑另外一方出轨 然后委托侦探事务所去调查 但常事实上讲 侦探事务所即便是调查了 这个数据也不会公开 这肯定是有保密协议的 我唯一找到关于出轨的相对权威的数据 是日本某0.01橡胶厂 对47都道府县14000名 20-60代的男女性进行了网络调查 报告显示其余线排名第一 平均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出轨 而东京才排到了12 怪不得 于是我马上联系了房产中间 但14000人的调查 其实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也就作为一个参考 至于我的感受 身边已婚的朋友不多 人家也不会告诉我 我也没有二到要去问人家这种事情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男性出轨率绝对要高于女性 其次还要看怎么定义出轨 比如疫情期间丈夫失业 或者自己也被辞退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就有女性主动出去做风俗 如果说是情侣的话 其实我大学同学就有几个 会同时跟几个男生瞎搞 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同时深爱着她的男朋友 不过也跟他们的恋爱关有关系 毕竟日本女孩子很早就开始谈恋爱了 而且在日本恋爱几率少的女孩子反而不吃香 而且日本女孩子如果喜欢一个男生 也会非常的主动 不对 说了以后再讲 好下一个 被日本人重新定义的负责 我突然好想去公园 下次